小黑428日出席代言活动 身为美白大帝的她 透露自己的肌肤状况 可是连女儿都羡慕哦 我大女儿 她都会看着我说 妈妈 为什么你都没有黑眼圈 我说 可能就是天生的吧 她说有点牵揍耶 我都说你现在这个年纪 有这种一点点小颜色 我觉得非常的欧美 美国电影里面 也弄稍微叛逆一点女生 就是这边很少有人很白的 我说你现在这个很实吗 她说 谁要是这个时髦啊 不过45岁的她 也不是年轻小女生了 平常主持工作时 身体就常常小兔瘦 以前我从在主持康熙来来的时候 因为康熙哥本来就是一个 不知道她喉咙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啊 然后我那时候是很喜欢咳嗽 就会咳嗽咳嗽咳嗽喔 然后每次我们等一下进一个 那摄影棚 我就说 啊,怎么会请到两个那个废牢主持人啊 然后现在是莫名其妙 然后弹会一直不断的从某个地方滚到这边来 你知道真的没办法继续讲 因为它就在这边 你如果硬讲的话就会变成声音会变掉 所以我那个主食的时候都会放一壶那个温热水 就是如果有弹的话一定要喝那个温度 你看会说 嘿嘿嘿嘿嘿 然后或者是我身体各部位都会发出声音 比如说喉嚨就是会有一种你知道隐形歌 声音大到是这样 然后我来说来宾应该听不见 可是那个派翠克在那边他就会这样 他的转外就是 Are you ok? 然后我就这样 因为像我除了表情多之外 我又很喜欢扣鼻齿 像我就问过很多人 为什么他们这边好像的纹路比较没有那么深 我就说你们有在挖鼻齿吗 我就说不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有些鼻齿是卡在那边 你这样压下去会痛的 你就一定要用手啊扣出来 然后就会哦 这真的蛮大颗的 然后我就问过我心中最会保养的女神 就是大S 她说我不可能挖鼻齿 她说就是用卫生纸 我说那你觉得我现在一直狂挖狂挖 我这边的蚊会变身吗 她说当然会 然后我想说 蛤? 所以以后我都要忍住想说不要啊不要啊 然后久久的有时候一捏发现 哦!有刺痛感就代表里面有大鼻齿 我就会想说好吧今天就放纵这一点 然后就狂挖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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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之后 我就开始很认真的保养 真是 你要享受你就也要保养 对我来说那是享受啦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很爱挖 可是我个人觉得不用手指挖鼻齿的人 就很难拿做朋友 哈哈哈哈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